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触碰到对方的心灵 认同爱人的目标 这样的夫妇必能在人生长路上携手同心 管理科学的创始人弗兰克吉尔布雷斯 与力联吉尔布雷斯正是这样一对抗力情深 秩序相投的夫妇 当时 富兰克为了研究管理工程这一新兴的学科 顶着众人的不解 放弃了收入破风的建筑业务 历连没有抱怨她为了理想给家庭带来的压力 甚至她为了同丈夫合作研究 依然从英语系转向学习更困难的心理学 在当时的美国 还从未有女性获得过心理学的博士学位 然而富兰克并未迎合当时的社会潮流 要求力联回归家庭 而是支持妻子去获取学位 加入共同的事业之中 力联最终不负丈夫的心意 在照料孩子的同时拿下学位 写下著作 成为了心理学博士 他理解他 做他坚强的后盾 他也理解他 鼓励他兼职日业 他们互相体谅对方 却从不迫使对方迁就自己 夫妇二人一同测定工时 分析动作 一起绕弯路 一起总结出改进方法 富兰克写纸笔记录 力联就掐时间独秒 自始至终 富兰克从未遮盖力联的贡献 他的妻子不在幕后 而与他携手并肩 力联在富兰克辞世后 也自然地接下工作 继续对管理工程的研究 你是管理科学之父 我是管理科学之母 他们共同的心血 是最珍贵的孩子 在后世的签字上闪耀光芒 他们的名字被串联起来 以吉尔布雷斯夫妇这个称呼出现在所有的 管理学教科书上 翻开书页时 名字列在一处 正如他们不曾分离的心 爱是相互付出而无怨言 是长逐共度而心相连 了解爱人的理想也交付自己的愿望 这样的爱情比钻石更闪亮永恒 海枯石烂永不磨灭 此生挚爱不过如此 人生最大的幸运之一 就是找到能够长处的朋友 好的友谊是人人渴望的珍宝 遇到自由是两个陌生的灵魂产生了共鸣 寻找到能理解自己的友人 是在庸碌城市中的大幸运 著名奇幻惊悚小说流派创始人 霍华德·洛夫·克拉夫特有一个好朋友 与他长期保持执笔通信的 奥古斯特·德雷斯 二人兴趣相投 德雷斯的才华不如落实 部分作品甚至保守诟病 然而洛夫·克拉夫特对他一向包容 鼓励 支持 旁人苛责他朋友 霍华德却在德雷斯身上看到了可能性 在那个新旧更地的年代 他们成为了依靠书信对话的忘年交 在十数年的时间里 两人保持着书信联系 人生 文学 哲学 无话不谈 这段笔线上的友谊 于霍华德而言终结于他欲以不得知的死 对德雷斯而言 却还未走到结束的时刻 悲痛过后 德雷斯重新振作 他深信朋友的才能不容埋目 落实的作品 风格 与当时的时代不符 他的小说被贬为不入流之作 德雷斯却坚信朋友的才华 他整理了有人的一作 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就自己成立出版社 阿卡姆之屋 发表原本没有机会公开的作品 他开放了体系版权 与其他作者提供平台与机会 只为让故事流传下去 数十年的运营 吴宝刘的投入 他最终得到了回报 他的朋友与那些奇妙的故事 没有被历史遗忘 逐渐为人赏识 获得了世界性的声望 一位义友能滋润 干渴的灵魂 拓宽生活的见识 甚至于使自己的生命 得到延展 得到升华 人生能得以知己 在寒夜之中 也能被友谊的热度 温暖手心 家人是世间最亲密的 可恰恰因为 骨血相通的紧密联系 也最容易发生摩擦 亲人间的关系 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 你我总是对陌生人太宽容 对身边的人太苛刻 有时 好的出发点带来的 却是对立与争吵 对家人的爱走错了出口 反而伤了亲人的心 缺少理解的爱 无法用以照料灵魂 电视剧《遇见幸福》中 母亲萧晴 为了让女儿萧春妮 好好学习 卖掉女儿真爱的吉他 在母亲眼中 那只是一把普通吉他 但对女儿 她承载了太多的美好的回忆 陪伴了她的成长 寄托了她的梦 母女二人 因为缺少了理解和沟通 竟然闹得剑拔弩张 几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最终在朋友的劝解下 萧行去听了女儿的歌 才明白她确实是喜爱音乐 而非执疑叛逆 与父母作对 当她为萧春妮大费周折 找回吉他 女儿也恍然大悟 终于明白了妈妈的严厉 这是爱的表现 这对母女前 从不缺少至今至爱 他们一直少的正是理解 最终 孩子理解了妈妈 妈妈也更懂得了孩子 在孩子的少年时期 疏远了关系的二人 又重新走入了对方的心灵 一家人之间的爱 应当以理解为基础 单纯的付出 无法将爱意传达到心底 比起一直 妆口喧嚷 亲子交流的更多时候 需要的是静下来 聆听对方心底的声音 原来是这样 你需要的是这个 在理解了动机的基础上 再去面对 与亲人发生的生活争执 就会忽然开朗 所有的行为之下 埋藏着的都是爱 需要学习的 只是解读的方法 多与家人对话 把困惑讲出来 把爱宣之于口 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才能让心与心连接 互相明白了心中的想法 认同了对方的苦心 方能彼此珍惜 人生于天地间 与世上万物最大的区别 就是人能哭能笑 会恨会爱 拥有能够体察一切的心灵 当与他人互相理解了彼此 也就获得了对世上 注视的同理心 怀着一颗愿意 对人开放的心 善待他人 珍惜身边的人 悦纳所欲的人与世 如此一来 也就能得到 别人的真心相待 一个互相理解的社会 将会是温情默默的社会 一个互相理解的人际关系 将会是长久稳定的关系 只有胸怀坦荡的人 只有敞开心扉的人 才会用人心的善良 才会用火热的爱心 去理解别人的痛处 理解别人的需求 也理解付出的内涵与本质 理解是一种高贵的语言 是心灵静默的一种升华 多一份理解 就多一份温暖 多一份理解 就多一份感动 多一份理解 就会多一层美好 理解是相互的 没有纯粹地去理解 也没有纯粹地被理解 理解是心与心的对话 只有首先去理解别人 才能被别人所理解 如果都只是一味地去索取 又哪来的回报 理解生活 生活里有着或平凡或热烈 或缤纷或单一的方式 只有领悟了生活本身的真谛 才会让我们过得轻松 只要不是一事无成 只要心中有梦 只要心里有爱 请不要用金钱与名利 去衡量成功与失败 平凡不是平庸 平凡只是淡化了困扰人的 一些功利名位的欲望 热烈不是普通 都热烈就无所谓普通 毕竟活得轰轰烈烈的人 只是少数 人生在世 请让理解相随 理解别人也理解自己 学会理解 其实最终我们是在善待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